启示录 第21章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 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 还也不再有了 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 就如新妇装饰整集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看哪 神的丈母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 哭嚎 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坐宝座地说 看哪 我将一切都更新了 又说 他又对我说 都成了 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甲 我是初 我是忠 我要将生命泉的水 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 得胜的 必承受这些违业 我要做他的神 他要做我的儿子 唯有胆怯的 不信的 可憎的 杀人的 淫乱的 行邪术的 拜偶像的 和一切说谎话的 他们的 他们的 就在烧着硫磺的火壶里 这是第二次的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里来 我要将心腹 就是羔羊的七 指给你看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 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像碧玉 名如水晶 有高大的墙 有十二个门 门上有十二位天使 门上又写着 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 东边有三门 北边有三门 南边有三门 西边有三门 城墙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阳十二使徒的名字 对我说话的 拿着金尾子当尺 要量那城和城门 城墙 城是四方的 长宽一样 天使用尾子量那城 共有四千里 长宽 都是一样 又量了城墙 按着人的尺寸 就是天使的尺寸 共有一百四十四轴 墙是碧玉造的 城是金金的 如同明镜的玻璃 城墙的根基 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 第一根基 是碧玉 第二是蓝宝石 第三是绿玛瑙 第四是绿宝石 第五是红玛瑙 第六是红宝石 第七是黄碧玺 第八是水仓玉 第九是红碧玺 第十是翡翠 第十一是紫玛瑙 第十二是紫荆 十二个门是十二颗珍珠 每门是一颗珍珠 城内的街道是金金 好像明透的玻璃 我未见城内有殿 因主神全能者 和羔羊为城的殿 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 因有神的荣耀光照 又有羔羊为城的灯 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 地上的君王 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 藤文白昼总不关闭 在那里人没有黑夜 人必将列国的荣耀 尊贵归于那城 凡不洁净 并那刑可憎与虚晃之事的 总不得进那城 只有名字写在高阳生命册上的 才得进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